我们阿斯空投模式 刺激来袭 游戏开始之后 灵鬼会化人成为空投师 并拥有两个特殊的技能 第一个 投放空投 使用技能之后 空投师会在脚下放着一个空投箱 一共可以放三个 并且只有当三个空投全部投放之后 才可以开启空投箱 其作用就和地图里的管道差不多 只不过两者不会互通啊 第二个 拉闸关灯 当三个空投箱全部投放完毕之后 空投师就会获得这第二个关灯技能 使用此技能 传言的视野就会被强制变小 持续时间15秒 而最刺激的是 在此期间 传言没有任何办法恢复灯光啊 即使是跑到电机房也没有地方修理 只能强忍着 当空投师解决掉所有的传言之后 就可以获得游戏胜利 反之 传言则要找出内鬼空投师 即可获胜 OK 游戏开始了 咱们是空投师 走走走 先选几个地方 把咱们的空投给投放了 嗯 先放氧气室一个吧 大部分船员应该在这里都有任务的 并且到时候咱们破坏氧气的时候也能用到 剩下的话 诶 这个西红妹子老是跟着我干嘛 嫌自己命大吗 不过 这也不影响我投放空投啊 因为在我没有投放完所有的空投之前 船员是看不见的 他也看不出来咱们是内鬼 OK 就剩下一个空投箱了 咱们四处转转哈 看看把它放在哪里合适 想了半天 我还觉得把它放到通讯室合适 诶 笑道干啥呢在这 看浪哥视频呢 OK 他们终于都走了 这下咱们的三空投箱总算是布置完毕了 诶 干啥 你俩想想空投啊 好了好了 接下来该进入猎杀时刻了 先破坏个通讯室 再拉闸关灯 然后咱们再通过空投箱 掀到通讯室 噓 快看看 来人了 走你 赶紧回到空投箱 然后逃离现场 再找个地方假装做下任务 完美 走 咱们跟上小粉丝 去通讯室看看情况 噢噢 有人报警了 是秀儿 不过还好 不枉开局他跟了我那么久 我都没对他下手 他暂时并没有怀疑咱们 这一局咱们安全度过 不过 让我比较难受的是啊 每次开完会 我的技能都会进入CD状态啊 没有办法 只能先假装做下任务 顺便物色下下一个猎物了 对不起了秀儿 你们的小命 懒个收懒 走你 我去 啊 没事 黑着灯呢 他应该看不见 快溜快溜 噢 这可吓死我了 接下来就等会个报警吧 他肯定是没有看见 嘿嘿 果然啊 这一次真的是有惊无险了 走走走 继续继续 给他们掐个电 等他们修好 咱们再给他们拉个闸 可不让他们好过了 走 还是去电视看看吧 嗯哼 这个小松 应该是要去修电 正好咱们的技能也快好了 看看能不能搞点事情 走 快溜快溜 我去 又是慧哥 而且他又没发现我 走 咱们跟上慧哥 观察一下他的行动路线啊 OK 他往右边走了 咱们来看看 能不能在他前面 先刀一个 我去 没有人啊 那只能先暂时放弃了 接着跟踪他吧 哦 慧哥在那儿 嗯哼 这儿什么时候多了个人 嘿嘿 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啊 接下来就等慧哥上钩了 嘘 来了 嘿嘿 快报警啊 愣着干啥 哈哈 报警了报警了 咱们悄悄的带下节奏 哦 怎么老是你啊 慧哥 然后咱们再稍微的掩盖一下自己 停下 慧哥 嗯 哈哈 慧哥这回有点危险了呀 哦 我去 这就直接给投出去了 哦 我还以为还得再来一两次呢 哈哈 OK 就剩四个人了 再加把劲 胜利再忘了 哦 发现一名船员 而且 后面好像也没有其他船员跟着 嘿嘿 那就对不起了 再见 下一个 哦 给他们搞瞎破坏 看看能不能把他们给吸引过来 哎 差点没看见 等干到这个 就只剩两名船员了 哦 咱们在这儿等一下技能CD 只要能再干到一个船员 咱们就赢了 哎 怎么老半天了 都没人过来呀 也没人报警 他们人呢 嗯 好嘛 俩人搁热 跌落汗呢 哦 再见 游戏结束了 哇 好了好了 这是今天的 我妈死 空头模式了 不得不说